日本女孩的肌膚不化妝就很透明 原来她们是很重视角质保养 角质保养是什么呢 就是去角质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编辑正方 有很多人都希望她的皮肤健康透明又有光泽 那其实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角质层 那我们的角质层其实就是肌肤最外面的防御层 如果它非常健康的话 你的皮肤就会非常的透明有光泽 很多欧美产品都会出一些 一周大概两三次的去角质保养 其实对于皮肤层比较薄的人来说 这样是很伤肌肤的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些日系的角质保养产品 这些都是默默玩瘦 需要贵姐贴公告 请客人不要再来催货的角质保养哦 其实角质层啊对肌肤是一个保护的作用 可以让外面的东西进不来 然后里面的水分也出不来 可以保持肌肤的保湿 就会有点透明 那它角质层其实是一个慢慢剥落代谢的过程嘛 那这个代谢剥落的过程啊 其实就需要一种酵素来做分解 如果有这个酵素的作用 这个角质层自然就会剥落代谢了 你就其实是不需要强力的一直去去除它 说到酵素洗盐粉啊 我就想到这个加力宝的这个酵素洗盐粉 它应该算是业界第一个用酵素的成分来做洗脸的产品 那加力宝啊其实到现在已经有133年的历史 它其实是一个纺织业起家的一个品牌 那有一天啊就是社长去寻它的那个捐丝工厂的时候 发现这些女性的一个工作人员 她们每天接触这些捐丝 发现她们的手超级细嫩的 所以她们就觉得说哦原来捐丝对这个保养非常非常的有效 于是她们就转而就是投入保养品的产业 这个跟某一家产品好像蛮像的 就是发现就是某一种酵母对双手有很好的保养效果 那就是加力宝她们就是从纺织业转到美容产业 推出了一个第一款这个捐丝的洗颜皂 其实在当时真的是一个大轰动 因为大家用捐丝洗颜皂皮肤都变得又细又嫩又白 于是呢这个捐丝洗颜皂还转成了一个粉末的剂型 其实如果你自己是那个酵素洗颜粉的爱用者 因为其实现在蛮多日系产品都有的 可是其实你知道吗 加力宝她才是酵素洗颜粉的十足 而且你会发现我手上的这一款其实她的加力宝的字 全部都变成大写了 去年前年的时候做了一个品牌的更新 那我觉得加力宝一百多年了 她经过了好几代好几代不断的演化更新 不会停止贩售的都是这个酵素洗颜粉 那她现在大K整个品牌做翻新嘛 那整个就是包装设计都变得很简洁 很时尚很就是很时髦 那大概全台湾有五个新贵点吧 我觉得真的跟以前加力宝很不一样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 加力宝的这个全新的品牌更新 这一款酵素洗颜粉啊 其实啊除了原来的加力宝的酵素成分之外 它其实还增加了两个新的成分 那其实很多人如果有用过这种酵素洗颜粉啊 可能会觉得它真的可以把皮肤洗得非常非常的干净 然后皮肤真的很透明 那如果就是你的皮肤稍微干一点 其实酵素洗颜粉是可以不用天天洗的 你可以大概一个礼拜洗两三天 那它新改良后的这个大K的酵素洗颜粉 你打开来之后啊 其实里面啊粉末我觉得超级漂亮 因为它以前都是白色的嘛 它现在啊有一点点粉红色的感觉 其实它有多两种颗粒 白色的呢还是一样是它的酵素的粉末 那粉红色有没有看到一点淡淡的粉红色 它其实是杏子的粉粒 它只要加一点点水 就是你把它一次全部把它倒出来 然后加一点点水 你很简单轻轻松松 你就可以搓揉出很细致很细致的泡沫 然后这个泡沫你就可以直接来洗脸 那如果你有一些黑头粉刺啊 或者是这边就是毛细孔 比较油脂分泌很多的人 你可以就是多在就是T字部位慢慢的画圈 就是多洗几次 洗完之后告诉你 脸就是一个干净到不行的状态 很多人流行露营嘛 如果说你去外面露营 那因为流汗啊很多皮脂很不舒服 其实带这个去露营非常非常方便 而且男生也可以用 那因为它这个改良后的大K的酵素洗颜粉 其实用过的人都觉得 以前的酵素洗颜粉洗完之后皮肤 因为它洗得很干净 所以皮肤会稍微干了一点 可是这个新的大K的酵素洗颜粉 它洗完之后皮肤比较弹润 比较没有那么的干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你是长大了 你已经是加利宝的爱用者 你已经长大了 就觉得说你的皮肤需要更多的滋润的保护 选择这个大K的新的酵素洗颜粉 真的还不错 像除了利用酵素啊 让我们的角质慢慢的分解代谢之外呢 其实我们每天也可以做一个角质的保养 那我现在自己本人也很爱的这个大K的角质美容液 它其实就是一个每天可以温和保养 而且没有任何过度伤害的一个美容液 那它挤出来啊 其实是一个凝胶的质体 就是如果你每天就是洗完脸之后 皮肤会很干净的时候 你就第一步使用它 它就是一个有点半透明的凝胶质体 就跟一般的去角质保养 就是欧美的那些去角质很不一样 它是利用一种树根的萃取 就是慢慢的摩擦去溶解角质 它挤出来是有一点点半透明的凝胶 所以呢它就是很轻 它虽然是凝露凝胶的质体嘛 可是在打圆的时候啊 可以跟肌肤上产生一种缓冲力 不会直接去伤害到肌肤 所以它的效果真的非常非常的温和 很适合天天使用 就是每天洗完脸 第一步你就把你一些 就是一些梯子 比较有角质堆积的地方 轻轻的化圆 其实不会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 刺痒啊 痛啊 红啊 完全都不会 就像是在擦拭化妆水一样 所以这个角质保养液 真的非常非常受到欢迎 就像加力宝不断的演化 它的这个角质美容液还一直都在 其实角质保养可以从各方面都完成 像我自己啊 因为最近也很惊艳 这个大K的黑色的皂霜 就是它把它的那个洗面乳 改成黑色的包装 让我觉得超级时髦 超级时尚 那它因为改变成新的形象 它好像应该是之后的一些彩妆品 也会做更新的动作 所以那个广告形象 真的令我非常的惊艳 跟一般加力宝的形象很不一样 就很有国际feel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喜欢加力宝的人 应该也很喜欢它的转型 那刚刚我们说到就是肌肤的透明角质保养嘛 那如果你是加力宝的爱用者 其实它有一个紫色包装的这个翠玲系列 它里面的化妆水跟乳液 都标榜着无酒精的成分 其实这个要做到无酒精是比较困难的 那如果你前面都做了一个温和的角质调理 就希望自己的皮肤就是不要再受到其他酒精的伤害 其实你用这个无酒精的化妆水乳液 再加上它蛮有名的这个精华液 你的肌肤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透明了 像很多人夏天啊会有一些黑头粉刺的困扰 那黑头粉刺一看上去就离透明非常非常的远 那很多人啊对于就是鼻头的黑头粉刺啊 很久之前可能会大家会用到一些 撕除性的那种鼻贴 或者是一些有颗粒的去角质 给它把这个黑头粉刺弄掉 或者是下就是发展比较 温和的那种泥膜 可以把这个脸变得比较透明 可是这些对我来说都用起来都有点麻烦 所以我现在要介绍一款就是 透明系女孩必备的这个 SUKU的毛孔洁净精精华 因为这一支真的是我觉得它是透明的 可是居然可以把黑头粉刺的毛孔 粉刺清干净 那SUKU啊其实进到台湾大概五年多了 应该也蛮多人是它的爱用者 它吸引的啊都是一些事业有成 想要投资自己的一些贵妇级的女生 或者是一些职场精明干练的女生啦 我觉得 那这个毛孔洁净精华啊 有一个小昵称就是粉刺的终结者 那它挤出来啊 其实是一种透明的质地 你看就非常非常透明 其实有点像 这样黏黏的 其实有点像浆糊耶 感觉就是抹在鼻头的地方 这样推一推 其实它就可以把一些脏污啊 一些脏污跟粉刺溶解出来了 而且呢它在使用的时候啊 其实敷在就是鼻翼啊 或者是毛细孔比较大的地方 轻轻敷一下 然后开始慢慢的按摩 你就会感觉到有一点热热的感觉 它就是在做一个角质溶解的效果 那热热感觉结束之后 就赶快把它用水冲掉 其实你的那些看不见的角质 就被完全的清干净了 皮肤就会变成非常的透明 刚刚我有说到啊 就是肌肤角质的这个正常剥落的现象 需要酵素来作用 但是你知道吗 如果没有足够的水分 酵素也不会有什么作用 那这瓶苏苦的这个毛孔洁净精华 它里面其实有三分之二的成分是水 就是给你肌肤深度的保湿 肌肤的水分足够了 你的酵素就会发生分解的作用 然后呢你的皮肤角质代谢之后 皮肤就会非常非常的透明 所以那这瓶其实也是苏苦的一个黑码 每一次到夏天的时候啊 超多的人就会偷偷去专柜买来囤货 现在真的是去买它囤货的时候了 如果啊你真的常常的去角质去过了头 其实你的角质层就会变得比较薄 那肌肤的其实穿透性就变得比较好 其实肌肤真的会变得比较白跟比较亮 可是相对之下 它的防御力就非常的弱 然后也很容易受到伤害 所以真的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去角质 还是以保养为主 那其实我刚刚提到一些清洁啊 跟一些精华液的角质保养之外啊 其实日系还有一个就是用调理水 就是化妆水的概念来调理角质 也是非常厉害的 这个RMK它是属于一个凝露型的化妆水 那RMK其实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满喜欢的 因为它刚进台湾的时候 我本人也很年轻 就是属于粉领族都会喜欢的产品 那它经过几代的更新 它其实现在也变得就是很简约时尚 你有没有发现我其实我介绍的这三格啊 就是从加利宝 大K到Suku到RMK 它们有个共通特色就是 都是走简约设计很干净 好像可以用完它我的皮肤就会变成的很干净很透明 所以它们就是满走一致的这个调性 RMK这个角质调理的化妆水啊 它其实挤出来不是你想象中的水溢的质地 就是一种凝露型的就是有点半透明的凝露型 你可以搭配使用化妆棉用 摩擦擦拭的方式 擦拭其实就是轻轻的把你一些要剥落的角质擦拭下来 那或者是呢你可以用手去按摩 按摩之后呢其实保水度会很好 所以你仔细看完你擦完这个凝露型化妆水的皮肤 你的那个皮肤的纹理会变得很整齐 然后呢会感觉是水分很饱满 就是你的皮肤变得很干净 然后也会有保水度 然后把皮肤都撑起来就有点饱满弹润的感觉 这一型的角质调理液啊 其实很适合比较年轻的肌肤 它也许就是油脂分泌比较旺盛 它可以透过这个角质调理 把你的皮肤的油水做得很好 所以在RMK也是一个夏季必强的一个 角质型调理的化妆水 像我刚刚介绍的这个角质调理美容液啊 或者是毛孔精华 还有这个角质的化妆水 它们真的非常的温和 可以适合天天做 你不用就是记得你要两天去一次角质 三天做一次深度的清洁 你每天把它当成一个保养的习惯 不用加入任何其他的东西 你就可以肌肤非常的透明 一路走到底 永远做个透明系女孩哦 那今天我们就介绍这些角质的调理 我自己真的非常的喜欢啦 那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保养彩妆头发的问题 欢迎都在下面留言给我哦 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 拜拜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